近日一些醜聞仍然繼續下去 就是土瓜灣這裡有大型沉降 所以過去兩個星期 其實我們在土瓜灣這裡 都是做簽名運動 希望集結市民的訴求 要求議會要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 去徹查真相 我們這兩個星期 都收集到五千個居民的簽名 證明居民的反應都是非常踴躍 大家共同訴求 都是希望議會要徹查真相 做好加固維修 還有我們都希望能夠幫居民 追討過去一些賠償的責任 因為那些滲水和裂縫 我們上去別人家看都很嚴重 過去的公證行 其實都是站在港鐵那邊 希望今次是我們做好民間的支援 真是幫到居民 既是確保人命安全 都是追討賠償的責任 因為我們一路擺街站的過程 都見到有不是住在碼頭為道的居民 在遠一點的 直接在山西的居民 都是平安居樓 或者其他樓宇都是受影響 所以我們是要求港鐵 一定要披露所有文件 才可以知道真正的問題有多嚴重 一會下午有區議會 港鐵要去交代 我們是希望它能夠去到那裏 去公佈了 即是開城佈工 公佈了所有的數據 其實現在是否正在議會和警方 都有警察 即是立法會可以去到這些位置 即是立法會可以去到這些位置 因為議會撤查的範圍 是很窄 即是紅磡站 而且它不是使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去撤查 所以根本是否拿得了文件 以及是否只集中在那個站有問題 我們都很懷疑 實際上是一定要用權力及特權條例 才可以知道整體的真相是怎樣 因為我們這陣子 白銀街站都不斷有市民跟我們說 不是住在這23棟樓的居民 都是有樓宇結構的問題 所以可以見到 其實那個問題的範圍可以是更加闊 所以真正要撤查的問題 就要議會成立權力及特權條例的專責小組 才有法定權力 去令到拿完所有文件 甚至召喚證人做口供 去了解事實的真相是怎樣 我們的確是計劃幫居民向港鐵索償 我們的確是計劃幫居民向港鐵索償 因為過去的公正行都不是很公正 所以我們希望有個案跟進之後 是有專家小隊和律師幫他們去索償 但是熱線是成立了兩三天 收到不少電話 但未有正式統計有多少個個案 我們自己都有做一些居民的家訪跟進 都發現的確是有問題 所以個案一定不會少 但是我們怎樣去成立居民互助小組 用法律團隊和專家去幫他們 這個我們會一直跟進 其實居民是很擔心安全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沉降會漸漸繼續 很多婆婆都知道這件事 所以今次的真相是隱瞞不到的 所以居民是很想能夠徹查真相之後 真的做好家庫維修 大家都很擔心有朝一日會不會露面塌下來 這些是婆婆說的 另外一些街坊就說 很擔心有氣體洩露引致爆炸 亦有很多是擔心自己的樓宇 是久了會不會塌下來 因為這裏一直都是舊樓比較多 打樁沒那麼深 如果一次又一次大型的挖掘 遲些還有中九龍幹線 其實他們都很擔心樓宇承受不了這些風險 所以我想人命安全是最重要 所以才要求徹查 但是過往兩年他們是自己怎樣去做維修 那些裂痕都是未曾完全做到家庫的 所以這個一定可能是要大型的一些機構才做得到 所以賠償的責任他們都很希望能夠真是追討到 他們口說就說撤查 但仍然都是說用政府的獨立調查小組去撤查 即是不是因為那個是沒有法定權力的 其實仍然都可以門天過海的 我們見到就是居民非常關心 迫建制派好像口說要撤查那樣 但究竟他們是不是真的有這個誠意呢 就要看看他們復會之後 是不是真的投回贊成票去成立 特權力及特權條例的專責小組 這個就真是這一面照搖鏡 因為我想其實他們都有點誤導 他們說會調查這個沙中線 但他們說是政府調查 到底 立法會可以用特權法調查 為何他們自己不去調查呢 所以我們呼籲大家都是去問回建制派 希望他們逐個表態 到底他們會不會贊成用立法會特權法去調查 我想這樣對居民來說 他們是相信有一個公開 以及一個有特權法可以傳召證人 譬如大家很多居民很不滿意 為何禮頓不見了 不出來的 港鐵又不交代數據 我們怎樣令到禮頓出來 怎樣令到港鐵交代數據 路政署交代他的監管呢 就是用立法會特權法 如果政府自己調查 他們政府自己去掩護 這是很多居民都是這樣說 所以我希望呼籲大家 很多建制派他們都會開記者之後會 他們都應該去表態 到底他們贊不贊成 是用特權法查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照妖鏡 到底他站在居民那邊 還是站在居民對面那邊 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做那個簽名運動 是做了兩個星期 就有五千個簽名 我自己都是親身在街頭那裡做街站 每一次其實市民大部分來簽名 都是要求那些建制派 求賺成票去成立權力 及特權條例的專責小組 撤查真相 這個是他們之所以來簽名的原因 最大的主因 就著成立一個 用特權法成立一個小組 專門議政建議有六個問題 一定要問的 就是第一個 關於沙中線的招標過程 有沒有被妥善處理 第二個就是港鐵公司的總事局 有沒有有效地履行責任 第三個就是就著施工的缺陷 和不合規矩的問題 有沒有足夠的有效的回報機制 第四個就是沙中線工程的合約條款 有沒有影響到工程監督的制度 產生不良的影響 第五個就是建築物條例 對鐵路工程的適用性 有沒有影響到工程的質素 和監管 最後就是缺乏路政署人員 在工程的現場監督 有沒有降低到工程的報告 和監督的程序作用 這個問題是覺得 無論是建制派 只是民主派提出的特權條例也好 成立了的話 都應該問你落個問題 我是樂觀的 我是樂觀的 我覺得現在人命關天 安全至上 我不覺得建制派在這個時候 還可以保皇 好 多謝大家 你們站在這裏 喊兩句口號好嗎 好 拿一些Banner 是大家可以喊的 好 後面大家有沒有 你留一條路仔給人談 還有沒有示威牌 有沒有 沒有 你拿著可以的了 一起拿著 不要緊 後退一步仔 留一條路 給示威牌 可以了 這裏呢 可以了 我拿這個 不用 我拿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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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好 安全至上 徹查沙中線 安全至上 徹查土瓜灣沉江 港鐵要交代 徹查沙中線 徹查土瓜灣沉江 安全至上